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一根1块4毛9 8块9毛9一磅 踢一个茶叶蛋5块8毛9 19块9毛9一磅 6块7毛多 hello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罗罗北美的vlog 都说现在美国油价贵物价高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看 大家都说美国的八缸车很便宜 确实是 你像我邻居这个 这个hello cat 天天开 每天早上从家走的时候 我都能天才的动静 现在今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 因为油真的是太贵了 这油多少钱啊 6块7毛多 我靠 这算回来人家给我看看 这得11块多一升啊 真有钱 你这个车一般加一箱多少钱 我以前加一箱60 现在加一箱140 电动呢 以前美国可真是没有人吸进 是吧 公公 我们邻居大v8都不开了 你说你可怎么办呀 他们v8不开有摩托车呀 我这只能从4.6和7.0里挑一个呀 那看完了油价 咱们再看一看老百姓来生活的 这种超市 一般来说呢 在美国大家都觉得这个Casco的超市 东西特别便宜 它确实是便宜 但是它的东西很亮很大 你像牛奶的话 他一买就是三大包 像我们这种小家庭 就我跟我太太还有一个孩子 那他吃不完他就坏了 所以说他你感觉他单价低呀 但是其实你最后花的钱 总价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在美国还有一个很省钱的地方 就是咱们这个华人超市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看 看看这华人超市的菜 到底多少钱了 来看看这呀 上面招牌家乡好自卑 我的天呀 就这个啊 鸡蛋 茶叶蛋吧 这是1234567 7个茶叶蛋 5块8毛9 台式铁路鱼排便当 就这个玩意原先就5块钱 现在7块9毛9 就这个啊 咱们国内经常吃的黄瓜 人家美国按根卖的 这么一根1块4毛9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酒花多少钱 但是我刚才看着这个 我就特别亲切 好久没吃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现在美国8块9毛9一磅 就这么一小把 这特别特别轻 就要3块4毛6 我觉得我现在都不敢看价格了 我就随便找一个自己便宜的吧 咱们就开盲盒啊 我觉得这白菜不能卖多少钱吧 我都不看价格了 咱们待会看看它卖有多少钱 就这羊肉啊 人家给咱切好的 19块9毛9一磅 这么一盒17块钱 你这100多块钱啊 就吃这么一下 你几口没了 国民母亲老干妈 你看这边有挺多样的 这边有豆豉的 还有这种油辣椒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啊 3块2毛9 配个馒头吃特别地道 这个王志和的大块福古 绝对童年回忆 小时候光吃这玩意儿了 这个东西 我记得原先就是3块多钱 虽然现在涨价了 但是还要充一波 但是你想一想啊 4块1毛9 换上了之后 267块人民币 买了一个王志和 你看我这天天这搭配啊 煮点白菜 配上老干妈 配上点酱豆腐 自己跟家煮点面条 然后愁了就吃点花生米 再吃点瓜子 然后觉得生活实在太苦了 再拿点打完猪奶大行 不要大的了 谢谢 20块钱 问您一下 那胡双喜多少钱 打完税104块钱 打完税104是吧 那不用了 谢谢您 600多块钱 一条红双喜 那咱加完油了 买完菜了 该找个地儿住了 住一般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 就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 大概是1900到2000的价格 就我身后的这个 他们管这个叫Condo 就上下层 底下是客厅 外面有一个两个车位的车库 上面有两间屋 我问一下 3500 再加上各种的水电煤气垃圾 这一个月又出500块钱 所以光这么一套房 看着挺好 4000块钱一个月 这个就是我下午去超市的单子 那个大白菜 应该就是最后这一个 那怕白菜 最后是3块美金 买了那么一颗小白菜 那我大概给大家算一下 现在在美国 如果说你是一个 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 然后一个最基本的收入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首先住房 你肯定是要租一个 像一室一厅的 就一室一厅 这个在我们这大概是2000块钱 然后你还要上网 对不对 你的网费大概是60 然后你的像水电 还有燃气这些加起来 咱就少算一点 算100块钱 然后你要开车 开车 如果说是年轻人 你也不要想那些什么超跑 大V8之类的 您就来一个普通的代步车 2万的这么一个非常普通的日本代步车 那你贷款买 可能每个月大概也就是付个400块钱 然后你还要需要给他买一个保险 没有保险在美国也是不能上路的 也是根据年来的 咱们就算一个最便宜最便宜保险 一个月100块钱 然后基本上你像我从我们家到我们公司 一天往返就是60英里 然后60英里 我就算我这车特别特别省油 假如是个雅阁 30的MPG 这样送下来我一个月就是大概要花油 要用60加顿油 看今天那个油费6块钱一加顿 那我这个光是油费一个月 我也不干什么 就是360美金的油费 然后吃饭 吃饭 吃饭 如果说咱们就算每顿都吃麦当劳 基本上一个套餐10块钱左右 咱们一天三顿麦当劳 一天就是30 一个月咱们就算它900块钱 然后我们如果周末 年轻人都需要出去社交一下 对不对 那就算一个礼拜出去吃一顿饭 一次饭 咱们也别算太多了 811次 那你这一个月出去吃顿饭 偶尔喝点小酒320没有了 其他在美国 你如果说是不买医疗保险 也会罚款 所以说你还有一个医疗保险 这个东西也是因而异 咱们也给你算最便宜最便宜的 HMO的 就是你有小病 你就看你的家庭医生 有大病你就得排队 要不然就是你扛好了 要不然你可能就过去了 这个一个月200块钱 除此之外 你像手机 咱们就用一个旧手机 但是你的手机要交花费 对不对 你那花费一个月也是大概50块钱 你这么算下来 最后一个月 就要花4490块钱 很多人都说了 在美国这边 一个动不动一个月就挣七八千 那真是瞎扯的 像罗安基这边 现在的最低时薪 是15块钱一个小时 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一个月 咱们就算它是160个小时 好吧 然后这样一算下来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的工资是2400 但是在美国你还想想交税 交税也是根据你像你是否结婚 有没有孩子之类的 咱们就算取个中约数 最后你到手是2000 那你一个月最少最少花4000多 你现在只有2000 你就完全活不下去 但是也没有见到美国人都躺在大街上 对不对 你要想活下去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你把你的住房这个支出 就剪掉 也就是说跟咱们国内一样 啃老族住在父母的家里面 然后你把这个剪出之后 吃了你可能在家里面对吧 你就给家里面的菜 跟着吃一口 所以说你的很多费用就能省一省 基本上你这2000块钱的收入 才能僵僵的活下来 在美国大家其实是有一个衡量生活幸福指数的 主要在哪里呢 这个住跟这个情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主要在这一块 就是是否能在外面饭店吃饭 以每个月能在外面吃几次饭 来衡量他的生活幸福指数 所以说随着这个油价跟房价的上涨 他这一块吃饭的这个地方 就真的是越来越不幸福了 所以说最近的美国人 你看他可能会医谋 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幸 那好了 这期罗欧北美的vlog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